快来坐到我这儿 好 哥 我姓嫂子是我请来的 今天我跟芬儿有话要跟大家说 赛座的都是这把现在饭馆的股东 劲儿虽然没参与 但也算咱们家庭的一员 三儿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我说吧 我说吧 爸 妈 达哥 大嫂 是这样的 最八仙到了明天呢 租金就到期了 我也实在没有钱再去付租金了 所以翟小毛明天会来把饭馆给收回去 团这饭馆是我的主意 这段时间经营也是由我来经营的 是我孙夫没有本事 把这饭馆继续支撑下去 害大家 害大家有这么多损失 对不起 你 不赖啊 福儿 万我宾子没本日 对不起大家 干吗呀 把头抬起来 福儿 别难过 福儿 不哭了 把眼泪擦干 我今儿在这儿说句公道话啊 谈这个饭馆是福儿起的头 可是是大家都同意了的 出了问题要继续干下去 也是大家同意的 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 福儿他们两口子 勤勤恳恳 任劳任怨 把所有的精力都铺在这饭馆上了 他们两口子 能把饭馆撑到今天 你们不但无过 反而有功 不是 妈 这话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我们有功啊 有功啊 起码让咱们这些街坊邻居们 都知道 咱们老庄家人 把这么一个任何人都知道 无法经营的饭馆 愣撑了一年之久 你给你爸挣足了面子 你说过 就是死 咱们老庄家人也要站着死 咱们老庄家人也要站着死 凤儿 你做到了 说得好 三儿 凤儿 你妈说得对 你们不知道啊 我那些老朋友 老兄弟们 你们的叔叔 大爷们 一提起你们两口子 就挑大母哥 不 以前呢 我很少表扬你们 特别是三 从小不是大就是弯 可是今天我要说 三 缝 好样的 行 行 行 反正 爸妈可从来没这么比较过我 不就点钱吗 赔了就赔了 多大点事 这样 三哥 三嫂 如果 你们还有信心撑下去的话 下个月的租金我来出 还什么下月呀 不就每月七万多块钱吗 我再给你加半年的 好好好 真的谢谢大姐 好好好 通过这件事情 咱们全家人 能够这么齐心协力 下入以沫 我这个当妈的 深感欣慰 妈 好 你们的好意 我们俩靠在心里了 从你们这些话 我们付出的所有的辛苦 都值了 嗯 最半仙 咱们就要不做了 你们两口子 把最半仙的职工 要安排好了 不能差人再一分钱 妈 我会的 你放心吧 薛儿啊 霍儿 明天你们要昂首挺胸 走出最罢线 上ERO 凤儿 太抓捡了 你看我的眼睛 昨天哭的 现在肿得跟河道一样怎么见人 哪也得去啊 杨师傅小臣小弟都等着你呢 你不跟我一起去啊 那就算了嘛 你这抱头痛哭生这死别人身上 我哪儿受得了 大家往哪儿几点收房子去 两点 两点之前 我转到 从今天开始 嘴巴仙就不是我们的家了 什么都不说了 什么都不说了 谢谢大家 有人